细数女明星嫁入豪门一个比一个惨 前有刘涛一嫁几门才发现豪门是假 帮忙还债是真 后有安逸轩一夜之间豪门梦空 富豪丈夫锒铛入狱 算下来也只有樱桃成功逃离了豪门 还趁东窗事发前紧紧地把关系撇得一干二净 然而樱桃还是背上了贪污犯前妻的恶名 但他从不避讳自己的已婚史 前夫名叫沈俊成 是重庆移动员总经理沈长福之子 典型的富二代 当时樱桃的事业刚有起色 无奈却受不住沈俊成的恋爱攻势 博古家人的反对与他私下领证 只是婚后两人聚少离多 吵架不断 最终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一年 谁曾想这无比短暂的婚姻 却让他遭受了巨大的网络暴力 先些毁掉了他的演艺事业 多年后在采访中提起 他眼中写着的满是嫁错郎的无奈 其实都没有太准备好 他那个婚姻很冲动 如果一年多谈了几年 底温最忌讳的就是黑历史 第一段婚姻让樱桃贴上了 恨价豪门的标签 离婚后他重拾事业专注拍戏 2009年樱桃街拍杨贵妃秘史 娇媚的颜值出色的演技 让她的事业迎来第二春 没想到却让恋言浪子孙东海 起了寄予之心 这位有内地向华强支撑的金圈富商 因变态监视李小冉而被分手 接下来樱桃成了接替李小冉的金丝雀 屡次被拍到与孙东海举止亲密 2010年樱桃和孙东海恋爱的绯闻还在发酵 孙东海涉及恶性砍人的丑闻就已经疯传全网 而被看之人正是李小冉的信男友烟波 樱桃趁机看透孙东海 果断摆脱了自己的备胎身份 豪门恋情两度落空 他还没来得及收拾心情 就又陷进 拙劣的网络批图让樱桃再一次成为众矢之地 虽然后来宋祖德出面辟谣并道歉 但这空穴来风对樱桃的名誉影响竟延续了十年有余 樱桃自出道以来一直遇人不输情路坎坷 后来与李光杰李金宇的恋情都不了了之 最近咖威明显不如他的赵达 又与他传出绯闻 不知能否修成正果 不得不说 樱桃选男人的眼光 要是有选男演员的眼光的10% 也不至于42岁 依然诞生 欢迎 back tohe